资深华尔街预言家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坚定拥护者彼得 希夫在1月1日更新发表的报告中再次表示 他非常看好黄金在2023年的表现 另一位传奇投资家道格 凯西还认为2023年将是黄金年 这表明 只要美联储释放更多鸽派信号 则黄金将不断扩大涨幅 道格 凯西进一步表示 在可预见的数月内 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 债务将继续飙升 侵蚀性的通胀也将继续 美元利率按实际价值计算仍将是负值 很显然 暴涨的美国国债和通胀不利于美元的价值和地位 但却有利于美元的对手黄金 因为 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历史告诉我们 美元最终会黯然失色 而黄金却不会 这就是黄金的力量 它保存了世世代代的财富 数据显示 自1971年以来 100美元相对黄金已经贬值了98% 然而 在此期间 美国总债务增长了53倍 而GDP却仅增长了22倍 很明显 现在的美债已经资不抵债 只有被高估的美元在苦苦支撑 如果美国衰退 提前到来 这些数字会更糟 因为 美元是建立在庞大美国债务的纸牌屋上的 美元更是锚定美债扩张边界发行的 没有黄金支持 这表明美债相对传统避险资产的黄金来说 变成一种风险资产的波动性在延长 被称为末日博士的卢比尼也表示 现在的美国正走向债务危机 将遭受严重衰退 严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打击 美债的投资回报率会从近年来的最高20%降至5% 同时更需要警惕日本央行会成为美债的黑天鹅 虽然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认为他们能控制美元的价值 但人类的货币史告诉我们 他们控制不了 美联储更是无法印刷黄金 因为 现在美国经济的宏观环境是货币化债务及货币贬值 比如 一家美国银行建议美国重新回到金本位置就是最好的例证 对此 全球资产管理公司Spratt首席执行官在12月30日发表的最新报告中认为 美元购买力因美国持续侵蚀性的高通胀而下降 美国人正在重新审视黄金的金融货币属性和信用价值 正在狂买黄金和金币 甚至 在美国堪萨斯州还正式通过立法 让黄金成为具备与美元一样货币功能的法定货币 开始怀疑美元还能否继续充当长期财富储存的功能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在全球黄金市场又出现一件让市场意外的事情 中国的黄金储备也在时隔38个月没有披露增加后 外汇管理机构突然宣布目前的黄金储备增长了32吨至1980吨 这表明中国也开始跟随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步伐 打破沉默发出信号 出乎全球市场的意料之外 从以往的数据来看 如果未来数月中国继续报告有增加黄金储备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将是一轮类似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和2015年至2016年 那样的黄金增持趋势 世界黄金协会在12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前十个月 中国的黄金进口总量高达1048吨 高于近三年以来的平均水平 其中 2019年为986吨 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为217吨和821吨 这些表明 自2019年10月开始 中国的官方黄金储备没有披露增加以来 就表明至少约有2086吨黄金已经分批运抵中国 这其中有部分可能已转化为国家储备 我们注意到 不仅中国和美国市场的黄金需求在增加 正如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截至2022年11月 全球央行也正在以美元与黄金脱钩那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在购买黄金 而自2019年以来 全球央行已经净增加3298吨黄金储备 所以 随着2023年美元利率继续攀升并维持在限制积水平后 全球央行很有可能会继续大幅度减持美债 自去年5月以来 外国央行持有的美债量再次暴跌 而在过去20年里 全球央行已经从美债的最大买家变成了最大的净卖家 因此 全球的美债储备在持续减少 与黄金储备的增长形成鲜明反差 紧接着 荷兰央行再次撰文暗示 黄金可以作为建立全球货币系统的基础 以防止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会突然崩溃 美国财政部历次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的数据汇总显示 自2017年10月以来 共有49个月全球央行都在净抛售美债 呈现减少投资或远离美债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按美国金融网站林对冲在1月1日的分析称 随着2023年 更高的美元利率预期的延续 这也使得美国债务负担会成倍激增 美国市场存在隐性违约风险后 全球央行很有可能会在2023年持续清仓数千亿美债 甚至 部分持美债不到百亿美元规模的国家更存在直接清空美债可能 对此 美国亿万富翁投资人吉姆·罗杰斯也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表示 目前 美国实际债务金额已经超过200万亿 几乎是美国财政部公开所承认金额的7倍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 早已资不抵债 最终美国的债务经济将要付出代价 而就在这个节骨沿 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据全球顶级的对冲基金经理Chris Bean Odey 在1月2日发表的一份更新版的行业报告中表示 美财政部可能会很快会没收黄金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 只允许持有美财政部发行的金币 未来可能会试图将黄金货币化 这也意味着美国个人再也没有黄金私有权 因为 虽然美联储一直在淡化通胀预期 但现在高企的通胀正变得根深蒂固和美国债务成本飙升后 美国正在将数万亿美债进行了货币化 这表明另一次美元信任危机将会到来 而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先例的背景下将变得更加明确 这同时也就解释了美国人为何会抢购和囤积 由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金币和美国堪萨斯州 在去年12月更新提出的一项提案正式承认黄金为法定货币的部分背后原因了 我们查询到 此前美国没收民众黄金的事件发生在90年前 时任美总统罗斯福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禁止美国民众拥有实物黄金的行政命令 让世人震惊 长话短说 美国人被要求上交他们的黄金作为回报 他们将在银行存入一笔存款 而按现在的市场消息来看 显然美国民众有了这种担心 这也表明黄金料将在全球货币体系中重新回归金融属性 事实上 当美元脱离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这两件事情的本身就在说明美元已经失去了往日 美金的魔力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